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做一个买货网的开箱视频 这个网站是朋友推荐的 因为在迪拜这边很少能买到日韩的东西 而且如果能买到的话,比如说SK2价格都是比较贵的 那么所以我就立刻在这个网站上下单了一大堆东西 然后我是春节的时候买的 他们春节之后才寄出 然后我又在家里放了一个星期 然后到现在已经过了大半个月了 所以我差不多都快忘记我买了什么了 然后今天就来拆拆看,我已经等不及了 那是这样的 里面有这些塑料泡沫 然后这些包装都还可以的 看这些包装 就先看一下这个化妆棉 说是可以分成五层的 我打开来看一下 可以四层五层的化妆棉 因为用平时的化妆棉 敷神仙水的话真的超级心疼的 所以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我就立刻买下来了 是这样的 就可以敷的 很好很好很好 以后不用那么心疼了 不用那么浪费了 好 这个先往哪边 是 好像是那个SK-2的新出的那一款隔夜面膜 掉了掉了掉了 好可爱 像酸奶小盒子 这样子的 总共有六个 而且我记不清了 我好像当时这个网站有SK-2的打折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 这个网站它时不时就会有不同品牌的打折 你可以去关注一下 然后比如说Polar那种打折起来的话就比较划算 一般是85折 这个面膜 我打算在回国的时候用 因为过段时间就要回国了嘛 然后我怕很久没回去 水土不服 然后又到处跑 然后脸上就开始长痘 所以就买了这一款 算是急救面膜吧 到时候用一下 如果好用的话给你们推荐一下 这个我买了 应该是一个小样 是这个胶韵师的那个V脸 胶韵师的V脸的那个按摩霜应该是吧 就是消水肿 然后让脸变小的 你要配合按摩 你可以自己刮痧 你也可以按照网上的教程去按 然后我是有查那个资料 说是他按摩功效 去水肿功效挺好的 所以我打算就是买了个小的来试一下 这是那个POLA的那个美白精华 因为我脸上会有痘印什么的嘛 然后现在 就是皮肤的代谢能力好像不如以前了 它就一直停留在那里 然后脸上就比较红 比较暗沉 然后我在网上也是有看到 这一小支美白精华很管用 你就直接拍在需要痘印的地方 然后过上一个月 这个差不多就可以摆起来了 摆起来了 这个是20克的 20毫升的 不过也不是大面积的使用啦 只是在换处 需要去痘印的地方用一下就行了 今天晚上就开始用 这个是我买的两片面膜 Haba的 Haba这个牌子 它不是有那个换丝纱的那个油 比较出名吗 然后这次我觉得这牌子挺好 然后我就买了它两个鱼子酱的面膜 然后看一下保湿效果怎么样 然后这里面是一个小罐的健康水 我应该是 我已经想不起来 我应该是跟一个大罐一起买的 买了一个 一套吧好像是 然后他就给了这么一个小的神仙水 然后我还买了高丝这个纸膜 是专门拿来泡一下那个健康水来敷的 都说健康水对蛆痘痘 对蛆皮口 对消炎有用 那么我想 我就想来试一下 是不是真的那么有用 因为平时还是会 有的时候就是会长痘 然后毛孔可能会有点大 嗯 所以就是想 想着说健康水来吃敷一下 看能不能有一点效果 啊 这里面还有一个资深糖 那个什么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啊 百优 新生弹力眼霜 给你来试用一下 我上次不是跟你们吐槽过那个 呃 上提卡的那个 Rice的那个洗面奶吗 然后 因为洗面奶用完了 我最近没有办法一直在用 洗了脸超纸干 然后我就在 这个网上买了雪花秀的顺行洗面奶 之前就有看到说 呃这个洗面奶很好用 呃 好像就是 呃 顺行结盐泡沫 好像是氨基酸洗面奶吧 然后就 嗯 对皮肤刺激不大 然后就 呃 现在才买来试一下 但是我买了一个小的 因为它打折 所以我就没有入正装 就买了一个这个 反正旅游的时候也方便携带嘛 我买了超过一定的价钱 然后它赠送呢 这里面有一个洗面奶 有几片化妆棉 是包装好的化妆棉 然后这后面还有一个 那个叫 紫致面膜 苏苦的紫致面膜 这个叫做顶级保养三件组 改天试用一下好不好用 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用过苏苦的东西 嗯 苏苦的那个叫什么 呃 自 哦不对 那个是代科 哎呀我真是会搞混 苏苦的还没有用过东西 日本的东西我家还蛮少用的 里面 里面居然有个滤箭口香糖 真是醉了 我真的是想不起来自己买了什么了 我就还记得还有两个洗面奶 free plus的那个 氨基酸洗面奶 超级出名的 一直就看见很出名 然后现在才把它买回来 所以它两个一起卖的 然后打枝儿 然后就两个就一起买了 像我这种用洗面奶用了很快的人 这个可能几个月就会被我用完 啊里面掉了一个出来 SK度的 好伤心 如果它真的丢掉了 我真的会伤心 哎它这个 会很容易分不出来 它到底是上还是下 人家脱出来的时候 就会掉出来 刚刚已经掉出来一个 我都没有发现呢 还有个霜在这里的 哈哈哈哈 倒数第二件东西了 看一下是什么 雪花秀的润造面膜 总共应该有 应该是五片 它雪花秀的润造精华不是很有用吗 但是因为我擦脸的东西 用不完有点多 所以我就直接就入这个面膜 就精华的量比较大 就是想着回锅的时候把它用掉 因为我很担心我的脸水土不服 可能又会出问题 我的皮肤很比较敏感 就是很容易出状况的那种 要么就是暗沉 要么就是长痘痘 所以说它既然是润造精华的话 那么应该对缓解这些 就是水土不服啊 过敏啊应该都还蛮有效的 反正我也没用过 买来试试看 如果好用的话给你们推荐 最后一个不用看就知道 是我的健康水 大支健康水 看多大支 老早就听说这个东西了 一个是神仙水 神仙水我已经买回来了 但是因为化妆棉太废了 所以我没有怎么去师傅 一个就是健康水 就这两个水是我一直想要的 都说是油皮的亲妈 就这两个水 我倒要看看它到底有多轻啊 登登登 其实是这两个一起的 小吃的 好啦今天的开箱视频 就录到这里啦 这里面已经空掉了 然后这个网站 它里面包括美妆 然后也包括各种互附品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 日本韩国的牌子 差不多都能在里面找到吧 除非一些真的非常小众的 像它这里面还有不停的 会有新的牌子加入 所以这个还挺好的 然后这是一家日本的网站嘛 它好像是会专门派人 就是有专人去日本进行采购 那么你在下单的时候 它会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如果商品缺货的话 是否打入您的账户 增加3%就是按照原价 然后增加3%存在你的账户里 第二种就是直接原价打回你的卡里面 然后所以这两种选择还蛮好的 像我的话就会选择第一种 就是直接打到账户里面 因为我肯定是会还会再回购的人嘛 像因为这边很难买到日韩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要继续使用的话 我肯定还会再找这个网上去买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网 虽然平时正价的话可能价格稍微贵一点 但是它经常会有折扣 所以你多关注就好了 还是能以好价格买到你想要的东西 像发货来看的话 它运到Debuy 我觉得还是比较快的 像别的国家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总的来说 这个我觉得服务还是挺好的 然后它包装的东西也是包得很好 每一件东西都包得非常仔细 而且它会在这个箱子上写 就是这个东西应该向上放 然后小心翼翠之类的 然后就觉得你还挺贴心的 就是说你买的东西不容易损坏 那比如说你买个粉品的话 里面即使包装的再好 那磕磕碰粉品可能会碎掉 那么通过这种方法 它碎掉的几率就会比较小 然后就是你成为会员之后呢 它会有一定的优惠政策 比如说你第一个月 也不是说第一个月吧 就比如说你买到了多少多少金额 然后你就会在下一个月拿到 98折啊或者是95折吧 有点想不起来了 但是它这样的优惠折扣 就会让你成为忠实的补客 虽然知道都是套路了 但是还是就是会买下去 今天的视频就先录到这里 像刚才拆货的东西如果好用的话 那么我改天给大家再做一个测评review 那先这样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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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